专家会忧心主要是因为社区里还存在着感染源 来看到知名的首摇饮料店约翰红茶 台北市内湖门市前一天就传出了公读生染疫 没想到这名确诊者是连锁健身房World Dream大直店的会员 上周更几乎每天早上都去运动 World Dream在大直店紧急在7月27、26号到28号停业三天清销 只是这已经是World Dream两周内第四间分店传出确诊者的足迹 另外红茶店公读生的父亲是美国在台协会的油漆工 已经打过了两剂BNT疫苗却依旧确诊 目前AIT也扩大狂烈人员针对长域清销 好几箱的饮料推到健身房门口却迟迟等不到有人来开门 因为致命连锁健身房World Dream大直店早已关上大门暂停营业 莫郡大直店代注泡出有确诊者足迹而紧急停业三天 而阵营是两周内第四间分店传出有会员或者是老师染疫 从7月13号健身房微检佛后 莫郡站前店18号爆出第一个会员确诊 19号长春店也传出会员染疫后 莫郡扬言提告 23号换内湖店有氧老师确诊 加上26号的大直店四间分店连环报 全东提业三天紧急清销 其实莫郡大直店的确诊者足迹 就是前一天传出染疫的连锁茶印 约翰红茶内湖店门市公读生 上周几乎每天早上6点到7点半都到莫郡运动 他的父亲案15681 是美国在台协会尤其公打过两剂BNT疫苗 依旧确诊 AIT也紧急匡列接触者 运作都正常吗 应该是吧 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 昨天有看到 不过我想美国 他们大概不会 不会为了这个特别做事 AIT发出声明 强调爱与隐私 无法透露讯息 但已经和台湾指挥中心协调 控制疫情 消毒部分区域 期望把影响降到最低 接送一下黄明胜台湾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